大家好 前两天俄罗斯向联合国告刁状 说乌克兰军队丧尽天良 枪杀俄罗斯战俘 这是贼喊捉贼这事 但事后调查发现 这是因为俄军士兵炸响 本来都说放下武器了 突然朝乌军开枪 这下招来了更猛烈的还击 开枪的士兵 包括他的战友都成了枪下之鬼 那今儿咱就聊聊炸响这事 看看这东西能不能用 该怎么用 古代最开始打仗炸响就是计策的一种 孙子曰兵不厌炸 这个炸自然就包括炸响 战国的时候燕国打齐国 最后一座城吉墨打了五年 两军都疲惫不堪 吉墨守将田丹就向燕军炸响 说今晚开成文 欢迎解放军 结果正当燕军准备进城的时候 田丹从城门里放出拉着火把的牛 把燕军冲得是溃不成军 燕军统帅季节都死于乱军之中 这就是著名的火牛阵的故事 这个在我腾飞五千年里都给大家讲过 此后基本上古代的战争里都会有炸响 最有名的事就是小说演义里的赤壁之战 黄盖炸响 才破了曹操83万大军 包括庞统 庞统也是炸响 献连魂祭 这才能火烧曹营 当然了 这件事历史上是没有的 但是东吴能立住脚 确实是依靠炸响 公元228年 吴国博洋太守周访 写信给魏国大司马曹修 表示愿意倒戈卸甲以礼来详 请求曹修派兵接应 结果魏军深入吴国腹地 遭到吴军三面夹击 魏军惨败 曹修仅以申免 逃回魏国之后是忧愤而死 吴国就彻底解除了北方的威胁 孙权第二年就不再用大魏吴王的爵位 正式称帝 炸响用好了有奇效 不过要是没用好的话 后果很严重 咱们平时认为关羽死因 是被东吴抓了 不投降才被斩首 其实当年呢 他被围卖城的时候 是给孙权上书请降 孙权呢 问手下的这个谋士吴范 该怎么处理 吴范一眼就识破关羽的真实用意 说这是诈降 于是呢 孙权设下埋伏 就等关羽上钩 果不其然 二爷真实目的是突围 一出城就遭到东吴军队的团团围攻 最后呢 兵败被杀 那这个古代战争啊 这么老多 诈降也一样多 就出现了一项副作用 就是交战双方不信任 进而出现杀福杀降的情况 唐朝名将薛仁贵三剑定天真 九姓铁勒 上万人跪地投降 薛仁贵无法识别 这些人投降的真假 就分批进行坑杀 明朝末年啊 遍地反贼 张献忠李自成经常投降官军 不久之后又再次反叛 官军应对的办法也很直接 你像红成仇啊 杨四昌啊 都是看谁有嫌疑 直接就杀掉 两边呢 直接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明朝农民造反的问题 就始终没有解决 诈降特别是农民起义啊 爱用的方法啊 因为他们满脑子里啊 只会有这点计谋 所以你看那个水浒传里 甭管打哪 都是靠诈降李英外合 太平年国也是经常诈降 清军打太仓的时候 太平年国所谓的惠王蔡元龙 就向那个清军统帅李赫章诈降 李赫章不知世纪 大摇大摆进了城 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自己呢差点战死沙场 几个月之后 李赫章的哥哥李鸿章打苏州 太平年国的这个告永宽 汪安军等八大叛将 砍了苏州城防司令 伟木王谭少光的脑袋来详 不过八大叛将 接下来的举动有些反常 他们并没有把苏州 全交给李鸿章 而是把守着八座城门里的六座 手下的四万军队也没有遣散 而是还继续驻扎的兵营里边 一旦他们要再造反 那城里的怀军 就被包饺子的可能 为此呢李鸿章非常怀疑 他们的动机 加上自个儿弟弟前段时间 差点翻车国仇家恨加在一起 最终决定还是都杀了比较保险 随后九席宴前刀斧手并下 八大叛将死于非命 四万太平军被尽数屠戮 清军里边洋枪队司令戈登 一度要拿枪跟李鸿章决斗 因为他是给这些太平军下了担保的 这一弄让戈登名誉扫地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契约精神是第一位的 诈降这种事啊 像火星撞地球一样新鲜 当然了后来李鸿章奉上五万两白银 这戈登也就不计较了 那么这个戈登为什么没听过诈降 是因为欧洲打仗用诈降 已经是好几千年的事了 罗马和加太基的坎尼会战当中 加太基士兵把匕首藏裤材里 向罗马军队投降 被罗马人安排在队伍末尾 等两军交战的时候 加太基人从裤材里逃出匕首 发动进攻 罗马人被前后夹击 最后全军覆没 另外呢萨拉米斯海战也有希腊人 向波斯人诈降 才吸引波斯人进攻萨拉米斯海湾 不过呢 随着欧洲进入封建时代 因为参战的都是贵族 诈降实在有失体面 而且它的结果呀 是让这个国家或者家族失去信誉 基本上谁用谁死翘翘 另外欧洲的战争啊 也不是中世纪那种 你死我活的灭族之战 没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啊 所以整个这个近代战争当中 包括一战 交战国之间 从来没有大规模诈降的记录 二十年代日内马公约里 对投降做出了严格规定 特别提到不能以投降的名义 执行作战任务 否则呢 不享受战俘待遇 实际上就是禁止诈降 二战当中啊 大部分交战国都遵守了这一准则 只有日本不守规矩 在太平洋战场上呢 经常诈降啊 打着白旗出来 实际上也是手雷仓 裤裤仓雷 实际上是裤裤仓雷 然后这个美军一接收 裤裤里掏出雷了 就一扔 就一起打鬼吧 裤一扔就干这事 时间一长 一次两次 美国人就长记性了 再碰见日本人打白旗 甭搭了也接着打 等他把武器扔出来 自己扒光了躺地上 这才停火 1942年第一次刮倒海战 日本海军西立号驱逐舰 在混战中被打滩 升起一面白旗 但是美军认为呢 西立是在诈降 接着打 直到他沉入海底为止 事后关于西立号升排旗的动机 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真降 有人说是诈降 到底怎么样 那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二战后还用诈降的 那就只有阿根廷人和伊拉克人 阿根廷人在马岛战争的时候呢 对英国人用了这么一下子 这个伊拉克人呢 在伊拉克战争防守纳西里耶的时候 给美国人用了这么一招打死了十几个美国兵 这也是伊拉克战争时期呢 美军在城市攻坚战里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其实啊在绝对体谅面前 你这种小聪明没有任何价值 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两股诈降的部队 不但自己被灭 还让对方对友军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 连带自己人呢一起倒霉 总的来说呀 诈降这个行为风险极高 要想成功的话 就必须非常真 一旦真了 对于同阵营的民心士气 打击是不可避免的 要是附带着送点投名状 那对本方的损害也是难以预估和限定的 同时呢 它的后续影响又太坏 你不守规矩 对方也有理由不守规矩 战争就会变得更加血腥 所以这诈降绝对是杀敌一千 自损十万的这种举动 新闻里那个诈降的俄罗斯士兵 因为耍小聪明 不仅害了自己 也拉来战友给他陪葬 那些人都趴地了 已经投降趴地了 全被乌克兰人给秃秃了 有了这个前科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俄军士兵 被怀疑是诈降而死在战场上 因此啊 既然自己生在文明社会 就要守文明社会的规矩 战场上那些小聪明啊 就别用了 没有好果子吃 好 关于这个历史上的诈降 这个话题呢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欢迎您呢 收听我的节目 关注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